今天的视频就很离谱 当狼玩起心机和坎高犬展开智力决斗 一群狗竟然被按在地上狠狠羞辱了一番 事情还要从早上说起 博主赶着他的羊群去山里放牧 可能是因为这里是狼的老巢 除了狗崽子 成年的坎高犬都打起精神 注视着远处的山坡防备狼的偷袭 就在博主刚准备心血下的时候 在他身后的山坡 传来了坎高犬的叫声 有巡逻的牧羊犬在对面山坡发现了囊 并通过狂吹声呼叫同伴的支援 狗的叫声吸引了所有牧羊犬的注意 当然也包括博主在内 他们迅速赶往事发地 这就让在一侧山坡吃草的羊群暴露在危险中 博主以极快的速度来到山脊的另外一侧 狗的叫声就在对面山坡的某个位置 不过由于树林茂盛 博主并不能看到狗的位置 他只能继续移动 寻找可以观察到对面山坡的空隙 博主屏住呼吸 试图在对面山坡看到他的狗 这是终于再次有狗的声音 从对面树林传过来 只可惜在这个位置 即使博主将画面拉近 他依然无法找到他的狗 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 博主旋即大声呼喊 持远狗的同时 地面在他附近还有其他的狼 因为博主并不确定在这里还有几匹狼 在博主拍下来的画面里 终于有两条砍高犬出现在对面山坡 它们朝山上移动 在山坡上垫步狼的气味 这可能误导了牧羊犬 因此它们还在地面寻找同伴刚刚留下的气味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持缘巡逻的牧羊犬 狗独自去追狼有一定的风险 博主急忙给两条孩子迷路的砍高犬 指引正确的路径 在博主的声援下 狗子们终于发现了狼缸流下的气味 快速朝山上移动 由于事发地在对面山坡 博主无法途顾岗位 他只能看着两条砍高犬消失在远处的树林中 事实上视频到这里 所有的狗都去追狼了 而博主因为所在位置的原因 并没有拍下其他追狼的牧羊犬 博主只能大声声援他的狗 给狗子们加油打击 在狗消失后 博主远路返回 他的羊群需要照顾 来到山脊这里 视野更好 可以看到身后的羊群 还能观察到对面山坡的情况 博主继续大声呼喊 一下退野狼支援自己的狗 博主在山上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不见他的狗回来 这时忽然有打酱油的狗 开始朝山谷狂吠 难道还有狼躲在山谷中 这让博主的心一下提到扫地 因为常年的牧羊犬去追狼 都还没有回来 博主旋即第二次跑下山坡 在对面山坡 没有发现狗的深眼 那么就有可能是狼 博主再次大声吆哼 欲吓对树林中躲藏的狼 事情一下变得很糟糕 博主的声音都开始颤抖 因为他不知道狼在什么位置 又有几匹狼 他只能尽可能将画面 给到自己脚下的位置 防备狼偷偷靠近 博主在山上孤立无言 他的狗都去追狼了 仅剩一条尚未成年 还在打酱油的坎高犬幼崽 因此他必须提高警惕 注意山坡下的情况 如果真的有狼来了 博主只希望自己能依靠声音 将他吓退 位置对博主极其不利 树林阻挡了他的视线 他不能看清山坡下的情况 因此博主选择回车 来到山脊空地 这方便他观察四周的情况 和照顾还在山坡空地吃草的羊 还好羊似乎并没有遭受狼的袭击 他们都安静地低着头吃着草 不过博主并不能大意 他需要巡视一周 以防止有狼趁狗不在 自己刚刚又在拍视频的时候 声东机西偷了假 时间来到一个小时后 博主去追狼的牧羊犬终于都回来了 他们应该追出狼很远的距离 所以都累坏了 趴在地上休息 不过还没等博主长松了近 狗群忽然朝山下的方向扑去 难道他们又发现狼呢 博主急忙赶了过去 印度眼帘的以后 让博主深深感觉自己的智商 被狼按在地上狠狠摩擦 他放在心里 原来上午对面山坡的狼群 只是想掩开他的狗 将他们累得惊奇离劲 而其他的狼 则趁他们不注意偷袭得手 猎杀了一只羊 而博主只能无能讨论 将不满发泄在狗子们身上